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四个人没有惊动前台 迅速地穿过了大厅 来到了位于三楼的一个房间的门口 直接奔到了酒店的305房间 这就是他们嫌疑人应该是在插着305房间 到了三楼的一个房间门口 在房间门口稍是停留 而且这看着动作应该是趴在门上 听了听里面的声音 应该是有一个敲门的动作 然后四名嫌疑人迅速进入房间 这段监控记录的是在山东省东营市 发生的一桩绑架案的过程 房间里的人就是本案的受害人 而这四名片开房门强行闯入的男子 就是本案的犯罪嫌疑人 我们再来看一下案发时的监控录像 警方在反复仔细的观看完这段监控录像之后 产生了一个疑问 那就是案发时间是在凌晨 受害人为什么会毫无警觉 他在听到敲门声之后 轻易的打开了房门 这才让犯罪嫌疑人得手 但值得注意的是 这并不是本案中唯一的疑点 案发之后 赶到现场的民警 接二连三的发现了更多的蹊跷 案件背后大有文章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 情侣突遭劫持 案发一刻却疑点重重 没发现受害人有任何的反复地形 反常的作案手法 消失的关键人物 难道这真是一幕自导自演的绑架闹剧 自导自演的绑架案 一线正在播出 案件的发生地 是山东省东营市的一家招待所 警方赶到这里时 受害人家属已经在大门外焦急地等候 一个是受害人她的姨父 还有一个是受害人她母亲的一个朋友 就他们两个人在现场 怎么回事你不是说干吗 这是我姐的朋友 你姐的朋友 我姐的孩子被人绑架了 你姐叫什么名字 请菜 我工作就要吃 我给她叫菜姐 那你什么姐这是 我朋友吗这是 朋友叫菜什么 你不是菜姐 我不知道我 我们是在一起 你去啥 我姓王 她是我小姨子的孩子 她小姨子的孩子呢 我住在那个三天三 她住在三天五 我们俩这个地方 我们俩是吃烧烤 吃完烧烤回来之后 可能没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我在这个房间卡电视的卡了 然后呢 不大一会儿 我老人打 我妈呀 我跟她 那个 一二十万 你马上给我打钱来 不打钱 他们就要死票 就陆师傅 据这位受害人家属说 遭遇绑架的是她的外甥 名叫周闯 之前一直和家人 在东营市肯利县生活 前天 因为打算和女朋友杨与 在东营市区找工作 临时入住这家招待所 却不料 祸从天降 竟然在凌晨时分 被歹徒从房间里 强行带走 你也别走 你也别走 一块儿来 现在你如果说是绑架 我这事是找不了 你不能说是 你也没车走 前台的服务员 甚至都没有值班了 都回去睡觉了 住305是吧 你们看了几个房间 两个房间 一个303一个305 你住303 305是谁住的 就是两个小孩 他两个人的名字 还有那个儿媳妇 我不知道 儿媳妇名你不知道 就是两人都不在 都愿意整整了 民警立刻来到了 邹床入住的305房间 查找线索 305房间的 比较杂乱 衬衣服包 箱子 都被翻动 翻都乱成头 就觉得不对劲 招待所的监控录像 记录下了邹床 被带离招待所的整个过程 画面显示 4月6日 0点07分04秒 有四个人的身影 出现在了三楼的尽头 穿着统一服装 戴着口罩 戴着帽子 持混帽 不是说是一个挨个屋的找 直接到了305 而且一敲门 几个人冲进去 天空画面中 只剩下灯光映照下的昏黄走廊 0点10分57秒 短暂的瓶颈被打破 有两个人 就压着周松哲 就第一个出来了 后一个人 就压着女朋友 直接就鱼灌而出 压着他们离开了房间 从体型来看 这几个人比较年轻 像一些小伙子 走路非常快 也没发现受害人 有任何的反抗迹象 接着 招待所一楼大厅的监控 拍到了这群人离开的身影 也没有捆绑 也没有遮掩 周松哲和女朋友 都是低着头 像是被控制住 通过反复查看 民警发现 被绑架的不仅是租床 及其女友杨丽 还有第三个人 这是受害人周某 这是受害人周某的女朋友 这是第三名人质 离开的房间 四个人压了三个人 就是被犯的嫌疑人摁着头出来 抓着胳膊摁着头 邹庄的姨父说 这个人应该是邹庄的朋友 只知道姓王 案发时 这个王姓朋友 大概在邹庄房间玩 却无端受到牵连 监控画面显示 走出大厅后 嫌疑人很快带着邹床等三名受害人 乘车离开了这家招待所 两辆车车 其中一辆是黑色的 一辆是银白色的 一会儿时间 这两辆车 从酒店的院子里边 去一个现场 嫌疑人配合默契 行动迅速 这让败安民警意识到 必须以快打快 立刻找到 他们离开招待所后的踪迹 第二组 二冬队负责 围绕着中心现场 附近的所有的监控视频 录像进行全部的排查 特别是嫌疑人的车辆 运行的轨迹 宾馆的监控部下 看 他们应该是往北跑了 这样往北跑 肯定要经过一些 互动的摄像头 然而民警对海量视频的搜索 却一无所获 我们分析他们应该是在 留意着躲避 道路就挺苦 反正历史还是比较高的 一些蛛丝马迹 基本上就是扫得很干净 警方查找无果 而嫌疑人那边 却很快有了动静 他们给邹庄的姨父 打来了勒索电话 你不能说我们在这儿 没有 现在不能说我们在这儿 你先接 我跟你说 别说我们在这儿 我先在这儿 喂 找你妈 你妈吐息找你去了 都几疯了 喂 周闯仓促说了几句话后 电话就被嫌疑人挂断 十几分钟后 索邀赎金的电话再次打来 你打还是不打 我都快要急死了 比你都急 我抓紧 请你相信我 我让你有多少打多少 还抓紧 你这不想打是不是 你这也不想要了是不是 我跟你说 我是一个来走亲戚的 我也不容易 别那么多废话 你说少荒样是吧 我如果说是 十分钟以后再给你打电话 你再不给我准备好钱 我说今天他不会再让 我不会再让他说话的今天 咱们为了拖延时间 保证人质的安全 让他姨父 跟受害人说 心稳住 不要着急 我们想办法凑钱 然而自此以后 检验人的威胁越来越急 性影响威胁 要求他家里面 迅速打款号车 大约过十分钟和五分钟 就打一个电话 目的还是要钱 反复的就是要钱 他姨父多问几句话 电话就被帮给 一下挂到了 我们内勤外松 把一线指挥部 设到了宾馆 一个房间 我们第一个原则 就是要保证人质的安全 就在和协议人周旋的同时 一旁的侦察员 又发现了本案的另一个重大疑点 这么危急的时刻 邹闯的母亲却一直没有出现 她去哪里了 事实上 邹闯当初遭遇绑架的时候 最初向警方报案的 正是她的母亲 我们来听一下当时的报警录音 你好 我儿子被绑架了 谁被绑架了 我儿子和我儿子喜欢 你们在哪里被绑架的 就是在招待所 那你确定他们是被绑架了吗 现在你就是直接挑大 就是要钱 打我的电话了 你现在在什么地方 我在地上招待所的门口 行 招待所跟你联系 怎么称呼你 我叫蔡 可是当民警赶到了 案发的招待所时 发现邹闯的母亲 也就是这个叫做蔡英的女人 并没有像她在报警电话中 所说的那样 在现场等候 儿子遭人绑架 情况万分紧急 可是作为母亲 她却离奇消失 难道这背后 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隐情吗 如今大幅缩水 过了二十万变成两万 受害人陆续获释 警方推断是否成立 主谋究竟是谁 自导自演的绑架案 一线继续播出 邹闯凌晨遭遇绑架 而身为报案人的母亲蔡英 居然无骨消失 这让警方感到极为费解 正常来说 她应该等待警方 配合警方 这种解救人质 但是这个案件之后 刚我们赶到现场之后 只有受害人的姨父 在现场等着我们去 她母亲没有在现场 只留下一部手机 你一方面报警了 一方面又不跟警方联系 这个情况似乎 跟正常情况 好像不大合情理 据搜创的姨父回忆 在蔡英离开之前 她曾接到过嫌疑人 打来了一个勒索电话 双方有过简短交流 根据她姨父反应 她真忙碍了 对话就说得非常激烈 说你不要动我儿子 我说说我就和你通过一心 而且说到了 有什么事好商量 这样她母亲把手机 留给她姨父 说作为监管一会就来 你们在这等着 我去找我儿子 去找儿子 蔡英的这句话 立刻引起了办案人员的警觉 她到哪里去找儿子 她又怎么会知道儿子的去处 莫非蔡英认识那伙嫌疑人 感觉好像她有什么事情 或者说什么把柄 甚至让绑匪了解 或者是在经济上 和她有纠纷 造成绑匪是不是 把她儿子帮走了 在对蔡英的社会关系进行调查时 警方发现了更多可疑之处 原来蔡英是黑龙江人 十几年前和丈夫离婚后 独自带着儿子邹闯 来到东营市肯立县生活 她母亲长期在东营这边租房住 平时可能也是开黑猪猪车的 也有固定的正式的收入 邹某那个长期无业 曾经在理发店打过工 但之后一直是无业 也没有工作 也不上学 这个就在家混去混你喝 这不是一个正常生活 在我们城市的这么一个群体 他们这个已租房子 没有固定的住所 没有很固定的职业 然而蔡英母子的日常生活开销 却与他们的经济状况并不相符 与邹闯认识的人说 这个年轻人一贯出手大发 通过网络 尤其是认识一些不太不做的朋友 经常在一块吃饭喝酒 甚至是在网络上 这个投资比较大 应该说他家里边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这么大方的花钱 满足个人的一些 物质上的需求 肯定是有一种硬出路 那这个出路有可能就在他母亲这个地方 如果仅仅是开黑出租车 蔡英显然无法支撑儿子租床的大把花销 那么租床的钱从何而来 很快警方发现了问题所在 发现他母亲的很多关系人 都是我们以前 包括我们这个其他分局 打击处理过的贩毒的贩毒钱 从我们出路判断 他母亲一个也是一个射毒人员 在邹闯入住的招待所305房间 侦察人员的一个发现 也似乎印证了这一判断 发现了一个弃毒用的 服装冰壶了 发现现场有吸尸和毒品的一些痕迹 我们就判断受害人应该是吸毒 他们当时应该是正在一块居种溜冰 如果事情真是这样 邹闯遭遇绑架 以及蔡英在案发后的离奇消失 似乎就有了一个可能的解释 会不会是他母亲因为毒品 判断到双方黑是黑 所以说他们就绑架 报了警以后 他母亲不敢面对警察 是不是在有意的逃避 或有意的躲避这一块 所以说找了个理由 报了警以后 他母亲就全身而退 然而接下来的情况表明 蔡英好像并没有与绑架 租闯的嫌疑人会面谈判 4月6日清晨 嫌疑人再次打来了电话 你能联系我妈吗 真的就是联系不算 就等你妈来笑 她现在出去找钱去了 她也非常高度 你先给你打 打两万块钱 往我 你又放我了 这个药的熟悉要大幅缩水 从20万变成2万 急于得到2万 而且说得很清楚 说打到2万我们就放人 好像这个价位挺随意的 这是一个非常不成熟 非常幼稚的一个举动 感觉绑飞好像有点撑不住劲了 非常焦躁 非常想结束这场绑架 嫌疑人的变化 让侦察员看到了希望 他们决定放长线进行试探 指挥部最后决定了 先给这个绑匪打上一部分的赎金 看看绑匪的反应 通过他衣服 给一个绑匪打了3000块钱现金 谁都没想到 就是这3000元钱 钱人竟给予了及时回应 这个绑匪当时发点信说 我们是有诚意的 我们会放给这个人质 到了下午3点 这个绑匪就把受害人的女朋友杨某 从东云市广饶县境内释放 先生赎金从20万降到了2万 然后很快又释放了杨丽 钱人这不太合理的举动 让警方对本案的疑惑越来越重 感觉可能是一帮不是很成熟的绑匪 犯罪经验 犯罪心理 犯罪意志 都不是很坚定 到底当时到底是不是 真实的案件是 还是说是家里的孩子为了要钱 然后把他妈骗一顿 然后各种各样可能性都有 回放案发式的监控视频 警方发现了更多疑点 在从305房间被绑架带走的整个过程中 包括邹床在内的三名受罚人 竟然没有丝毫挣扎反抗 特别是经过招待所大厅的时候 这明明是最好的呼救逃脱机会 为什么邹床等人会如此顺从 而死后和家人的几次通话 邹床的表现更是令人生疑 我邹床 邹床 邹床 邹床那么点钱就那么费劲吗 我跟你说 郑长我真谅我比你都急啊 我一直在外面找钱 你知道我的东西我认识几个人 你乖点的 你玩我呢 哎呀我怎么会玩你呢你 不让我妈拿不认识钱吗 跟你妈现在的人都连续不上了 我有什么办法现在 这是最后一个电话了 要不这个电话完了之后 连续不上你们了 兄弟我跟你说 我还是那句话 是咱们你在你点外面 你做这个事情 你是为了求财 快回不去了 生命遭遇威胁的关键时刻 邹床的电话里的用词和语气 无论如何都有点反常 难道本案真的是邹床 自导自演的一出闹剧 其目的不过是为了向母亲要钱 但是 被先行释放的杨丽对此断然否认 他说 就凭嫌疑人对邹床的态度 邹床就绝不可能是案件的主谋 他们吧也不想主动说什么 光问我们 说怎么怎么着 然后就说 你不知道是不是 不知道就拖下去打 基本上是让这个受害人 哭哭哀求 哭哀求要钱 杨丽回忆 被带出宾馆之后 他的邹床就一直被控制在一辆车上 坐在后排座 有两个人在旁边盯着他们 让他们蹲在这个车座中间 低个头 不让他们抬头 绑匪的车上基本不说话 只是跟周母说 打电话要钱 你们如果今天晚上 就是打不过来签 完了一会白天 就把你们关系很无理 想是有意印证杨丽的话 恰在这时 贤医人又打来了索要赎金的电话 凶寒的语气 使人很难相信 他们和邹床是同伙 犯罪嫌疑人的威胁 让气氛骤然紧张起来 为了保证安全 景华和邹床家人商议 准备交付赎金 然而此时 戏剧性的一幕再次出现 麻烦气氧多的时候 周母就 他给阳阳丽来的 阳阳丽 对阳阳丽 对观众来说 我非常也被放 保证 保证放的一点 是在 这个博信县 警方很快找到了邹床 他说 当天下午五点左右 前人突然将他释放 对他了解 这是保证的情况 保证的反应 就是两个车 六七个人 年龄就是二十多岁 本地 但是我一个都不认识 在这个绑合的过程当中 对他实施殴打 他卑鄙无奈着 向他母亲要钱 周闯和杨丽 先后获释了 但是办案民警 却丝毫没有放松 因为在案发当晚 被绑走的第三个人 也就是周闯的 这位姓王的朋友 至今 没有任何的阴线 经过询问周闯 这个人的身份得以清晰 他叫王洪杰 19岁 是山东省东营市 肯立县人 那么王洪杰 现在怎么样了 我们来听一听 周闯和杨丽的说法 我也不知道他们把王洪杰放了我 我也一直联系不上的 王洪很担心的 挺对不起他的 毕竟是去了我们住的地方 把我们绑走了 顺便绑了他们 据周闯和杨丽回忆说 被绑的时候 他们和王洪杰 并不在一辆车上 放他们走之前 他们见过王洪杰一面 当时 几个嫌疑人还当着他俩的面 狠狠地揍了王洪杰一顿 并且威胁说 如果不给钱 就杀了他 难道王洪杰 才是嫌疑人要绑架的 真正目标吗 但蹊跷的是 绑匪在勒索电话中 始终都没有提到 对王洪杰的赎金要求 一天后 警方终于有了他的消息 只不过 这个结果 再一次让所有人大为震惊 第三名受害者终于现身 精心布局 竟落得惨淡收场 真想揭开 是怎样一场荒唐闹剧 自导自演的绑架案 一线继续播出 在得知王洪杰的身份信息后 警方立即和王洪杰的家人 取得了联系 可是让人诧异的是 王洪杰的父母 对儿子被绑架的事情 一无所知 而且经过进一步侦查 4月7日上午 警方竟然在王洪杰姐姐家附近 发现了他的踪影 和一个女子 在谈一事情 在谈一事情 好像谈交易 最后拿出条金箱料 这些联系就受害人 或者边人 正是他当时被绑架走以后 从身上被抢走 那条金箱料 2015年4月7日晚 消失近两天的王洪杰 终于被找到 只是此时 他的手腕上 已经多了一副冰冷的手铐 你当时前医生 有知道 你是在干一件什么事吗 知道 你是在干一件什么事 绑架吗 但我当时想的话 我就是以为 他妈不可能会报警 王洪杰被抓捕后 本案的另外几名犯罪嫌疑人 也陆续归案 王洪杰 赵凯月 王洪晏 张吉叶 王隆隆 刘建刚 王金涛 正是这七名犯罪嫌疑人 在2015年4月6日凌晨 策划并绑架了邹闯 及其女友杨毅 而王洪杰 则是案件的主谋 王洪杰并没有稳定的工作 平时主要靠替别人收账赚钱 2013年 因为玩网络游戏和邹闯认识 两人一直走得比较近 甚至一起吸毒 这个王某最终干这个事 就是赌钱 我抓了一个把柄了 我有这个 当时来周末来法吸毒的证据 你母亲 他母亲也是赌 所以说就产生了 这个以毒的问题 来要挟他家人 这个要钱 就脑子一热就去了 我当时就没想到那么多 王洪杰的想法 也很快得到了朋友 王隆隆等人的响应 我参与就是为了赚钱 然后帮忙挣钱 而在王洪杰看来 这么好的事 自然也不能忘了 姐姐王洪燕一家 反正我就跟他说 我一个朋友 他们家里贩毒的 到时候 你让姐夫跟着我 一会儿就给他要劝我 就说如果他妈报警的话 他妈就会被连累 然后呢 就说他妈就这辈子都出来了 他不可能报警 2015年4月5日晚 王洪杰得知消息 邹闯来到了东营市 住在卯昭寨所 才意识到 动手的机会到了 于是带着女朋友 找到了邹闯 当时呢 你在去 手指上好的时候 去找的时候 那些人在干嘛 那些同伙在干嘛 在车上等着 在哪儿等着 车上 车停哪儿 往路边上 一直跟着他妈的车 他妈拐到病房以后 他们也没进去 就停到病房门口了 4月6日零点刚过 王洪杰和赵凯月 一起走出了 周床所在的305房间 只是在一楼大厅 王洪杰却并没有离开 走了不到10分钟之后 他过来电话说 跟他病房吵架了 他说他要上来 他病房收起 走了 然后把他撂开了 然后不让他上车 周床和杨丽 怎么都想不到 这只不过是王洪杰 为实现离音外合 绑架得手的轨迹 就是说借口 他要回去的借口 就是我们哪个吵架了 几分钟之后 得到消息的王洪洪等四人 带着木棍等作案工具 来到招待所305房间外 敲响了房门 听到敲门声 王洪杰借口是女友回来接他 让杨丽开了门 我也没多想 我以为真是他最像的 那怎么来这么快 他媳妇也挺质疑 然后就让姓杜的把兵主给躺起来了 我说谁呀 然后没有人说话 然后我去开门 然后王洪杰就说 那还学会躲猫猫了 门被打开后 一场精心策划的绑架案上演 我看你那时候我正想关门呢 但是如果你关门上 他就一脚就踹开了 当时就冲我来 王就按住我了 然后让我低头 王不愿看别乱动 然后我抱头端墙角 也没看上去 几分钟之后 三个人被迅速带出了招待所 邹闯和杨丽被控制在王农农的车里 而王公杰和赵凯月 则躲在姐姐王红燕的车里 杨良叫车很快消失在漆黑的夜色里 勒索电话不久 就打给了邹闯的母亲蔡英 然而热情的发展 却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控制 他没想到他们母亲 一直也不给他们打款 光一个他姨父在这应付了事 我又没啥好主意 反正再等等 等等他妈可能召集了就给了 4月6日中午 七代中的巨额赎金迟迟拿不到手 而涉于法律的危言 几个人内心的恐慌感越来越强烈 最终他们选择释放人质 事后本想着计划周详 警方不会找到他们 可没有想到很快几个人就相继落网 我心里糊涂的就犯法了 对这个绑架这个案件的这个严重后果 他们不了解 对法律值得甚少 兜里头没钱 他又不想老老实实的干活 他就想这些外面邪道的办法 蔡英心窍 不宜民心窍 为了钱 这个做出了这个违法的犯罪的事情 而直到邹闯被放回 他的母亲蔡英始终没有现身 围绕蔡英涉毒案件 山东省滨海公安局的民警 正在做进一步的侦查 真凶落网 受害人安然无恙 这场荒唐的绑架案 成功告破了 根据我国刑法第239条的规定 以勒索财务为目的 绑架他人的 或者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或者无期徒刑 并处罚金 或者没收财产 目前王洪杰 王龙龙等人 因涉嫌绑架罪 已经被当地的检察机关 批准逮捕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法治资讯 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一线的微博微信 这里是一线 我是陆晨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明天同一时间